今天的課題是 更意詞2 今天的課題是 更意詞2 陳龍馬又來一個短訊 就說 可不可以 繼續求助呀 繼續啦 是 有四個 這個花字 真是搞到我頭都暈了 哪四個 花字呀 就是 這個融花 這個融花 還有 這個融花 這個融花 嗯 這四個花字 有三個 是可以從它 不同的部首 看到不同的意思的 嗯 嗯 嗯 那 黃金 是哪一個花 嗯 黃金 就是說 金屬 那 是哪一個花 我知 是 這個 金字邊的 融花 啊 對 那 鹽呢 鹽 鹽啊 是 是 融化 在水裡 對 就是 這個 這個 嗯 但是 我又想問 冰 冰 也都是 這個 溶化 嘛 那 為什麼 冰 是這個 水字邊的溶化 因為 冰 本身就是水來的嘛 哦 對呀 但是 如果這樣說 冰 就不是 溶化啦 啊 是 溶化 啊 對啦 冰 冰雪 變成水 都是 溶化的 嗯 那 塑膠 是哪一個 化 塑膠 不是 金屬 所以 不是 金字邊這個 溶化 啊 塑膠 是可以用 火來燒的 那 就是這個 溶化咯 對啦 溶化 是指 固體 加熱之後 就變成 液體 還有啊 我想問 是 樹立榜樣 還是這個 樹立榜樣 嗯 這個樹立呢 就是講 將 把物體 垂直 這樣放置 是可以 觸摸的 哦 榜樣 是可以 學習 但是 就不可以 觸摸喔 所以 應該是 樹立榜樣 對 對 還有 還有 就是 老婆婆 尋找 失蹤了的孫兒 心裏面 萬分 焦急 還是 著急 啊 嗯 嗯 著急 和 焦急 其實都是 講緊 心裏面 好急躁 不過 著急 的程度 就比較輕些 而 焦急的程度 就比較重些 啊 啊 那 老婆婆 應該是 焦急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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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走失了 孫兒 這麼嚴重 當然是焦急啦 還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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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 動作 敏捷 還是 動作 敏銳呀 嗯 敏捷呢 和敏銳 都是有一個 迅速靈敏的意思 不過 敏捷 是用於 行為上面 嗯 那我知啦 應該是 動作 敏捷 好啦 小朋友 要睡覺啦 再見 拜拜 小朋友 又到做練習的時間 我們來選擇的詞語 首先一起看一下題目 激烈 還是劇烈競爭呢 發現 還是發覺失物呢 猛烈 還是強烈火勢呢 我們一起看一下參考答案 第一題 應該是 激烈的競爭 第二題 應該是 發現失物 第三題 應該是 猛烈的火勢 各位小朋友 今天的課程就完結啦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